今天我们在台湾 为了恢复我们自己的安全 以及我们人生未来的孤子 我们要求台湾停止核能发电 我们要求在台湾建立非核家园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还有非常难以相处的邻居 那就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那个国家 反核的人其实没有发言权 在那个国家 任何怀疑政府权威的人 其实没有生存权 在那个国家 人民其实是没有明天的 但是他们跟我们离得很近 他们的任何一座核能电厂 如果发生了只要像福岛灾难的 十分之一的危机 我们都无法幸运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第一次真的必须 把两岸的命运放在一起来看 感谢核能电厂 他让我们知道说 中国发生的事情 我们不能假装没有看到 当我们维护台湾安全的时候 我们必须同时抵抗中国 所给我们带来的危险 如果我们不能了解这一点 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大声嚷嚷 但是在我们的背后 还有更大的危机笼罩在我们头上 亲爱的台北的市民 当我们大人和小孩 用自己的脚步 在自己的土地上 希望为自己的未来而走的时候 各位亲爱的台北的 可敬的公民们 我要请求你们 拜托你们稍微放下手边的事情 稍微用心思考一下 一个连交通和马路都管不好的政府 它能管好高科技的核能电厂 如果这个政府 这个政府所培养的技术官僚 这个政府所豢养的 所有的那些所谓公务员们 而且既然得到加薪的公务员们 他们过去的表现 不能让我们信任的话 那么我们凭什么相信 他们可以帮我们保证 三座核能电厂的安全 在这种情况之下 即使我们不去争议核能发电 到底是否真正的安全 我们也要相信 核能发电这种高科技 在今天的台湾 即使在更不堪的对岸 是绝对不容许存在的 台湾如果想要核能发电 首先要换掉台湾的政府 中国如果想要核能发电 首先必须消灭中国共产党 在这种没有人性 没有能力 没有诚意 在人的主政之下 我们的未来是毫无保障 所以即使在最低调的要求之下 我们必须反对何能 建立分合家园 我们要爱孩子 我们绝对不要核子 各位亲爱的孩子民们 让我们为我们的共同的未来 来发电了 好 谢谢人本教育基金会 水银老师 那我们喊一下口号 我要孩子 我要孩子 不要核子 不要核子 我要心跳 我要心跳 不要核飞料 不要核飞料 好 风车上街头 风车上街头 核电到镜头 核电到镜头 好 孩子们 我们现在走到第二关 吹吹乐 好 请大队往前走 让孩子们 大家从这个风车的下面 应手拨一下风车 或者吹一下这个风车 告诉台北市民 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够了解 再生能源 更新能源 是我们最重要的发电的来源 是于核能发电厂 我们希望它合一合二 合一合一 应转期限到的时候 能够除异 正在不断追加计算经费的 核能核市场 不要发电 永远不要发电 好